欢迎收看五期新闻王 我是徐俊相 带你挖真相 不要再告诉我说什么高学历 高失业率 没做 不敢没努力 今天我们带大家看到 国立政治大学的 法律博士班的候选人 他非常跳动 转行去当气臭 月入超过十万块 他的抉择 我们要带您看进去 另外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这一张 这是千元大超 他价值多少钱 几千块吗 No 他代价可能是一条命 我们要来看到这样的冠老板 苛扣他员工一日所得 临时工 人家的心情苛扣做起钢尼 苛扣他的薪水 这个临时工赶回家 下场让人为之比酸 你说拍你当待机 手要拍摧 我怎么办呢 自己当老板好不好 我们带你看到 刘美的这个NBA 他很有学问 满腹精灵 他是人生胜利组 但是加盟当老板 下场却是扛扛扛 一段斑斑血泪 我们带您看进去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 是六位财经专家 我们一起来关心 年轻孩子们的未来 一开始要请献哥 带我们看到 这个拍你当 比较弱也怕到二位 我们看到年关要尽了 很多人想说 我骑驴着马 等我年终入带了 我立刻跳槽 换一个好工作 我现在太慢了 不要太充满了 对 靖先生 因为你对他要搞 我请问你一个问题 你事先跟我说 我一定替你保命 要说什么 过年后 你有要跳槽吗 哎呦 黑白来啊 但是你再问我这个位 我当然要继续挖真相 不然谁来挖真相啊 是喔 但是很多年轻朋友 在这个年关将近的时候 都是蠢蠢欲动 对 这是我们2016 每年会整个人力需求 这是全世界的人力资源公司 叫做万宝华 他做了一个调查 那么台湾在明年的第一季 人力的需求多少 多少 29% 这是什么数字 那29%我们来跟前一季来比 就跟今年的第四季 目前来比 差了6个百分点 如果跟去年的第一季来比 一年而已 对不对 差了15个百分点 所以献哥的意思是说 今天这个29%的概念就是说 明年第一季 老板要用人家 整个都缩掉了 对 可能我们只听了29、40是 要没概念 我们干脆再细细地 把它再做一个分析 就说我们现在有100间的公司 对 有26间的公司 他说可能今年会增加人 但是有5间 他可能说我今年要猜 所以你现在心动不能马上行动 一定要按兵不动 所以现在台湾的低薪 可能会增加仓态 那这样的话 大家薪水都没有增加的话 那低薪就变成现在所有年轻人 心中最大的痛 也变成父母亲 心中最沉重的一个负担了 对 我们讲到 你年轻的钱 贪不够多 不就是你自己败过 贴重的地方 让你回到家里的 也越来越悠閒了 所以说你讲到重点了 这一一人力银行做一个调查 我们所有国内的这些上班族的年轻朋友 隆重有四生是没有给孝亲会的 我们就把它看下去 这四生里面是29%是完全贴不出来 另外11%是什么 是不但贴不出来 吃的 吃安鸟 贪的 贪三辆 爸爸妈妈要给他祝贴 好心 年轻人出去你以为等着他来反哺父母养育之恩 对 他自求难保了 是啊 很多的爸爸妈妈是这样的 你的孝亲费给我 他是带你给他缺起来 是 意思说和缺这些年轻人都没能够缺 对啊 我们以前说养儿防老 现在是养老防儿 怕说不要回来给他捏一堆了 捏一堆了 我就已经欧米豆腐了 对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例子 这个叫做糖果 这是一个女孩子 24岁 非常年轻 她也很大名 她的薪水多少 25块 25块 你看她有大名吗 她房租7千 这在台北市来说7千真的 贏房你可能租不到多好 这有可能两个一间 如果要好两个一间 火是火 这真的要拍拍手 六千块 六千块是什么概念 一天两百 一天差不多两百块而已 一天两百 一天两百 完全都不可以去看电影 都不可以去KTV 每天都不可以 就一个雪带 这也要换到当时 五千 这笔钱我跟你说 雪带五千这笔钱 不算钱啊 银行时间到中了 就是跟你吹套了 是啊 不行啊 因为没你的信用会败去了 对 但是这个资源很高充 就拿五千块 打批擠擠擠擠擠擠擠'll 就会他们爸爸妈妈 是露 szer Sad 25丰扶都会穿 otra 剩兩千 兩張一千 一個小孩這樣出社會 兩千塊佔一個月 這就是不是對我跟大家說 比較欠也不好的概念 對 錢的錢就不夠了 又有幫我打工 但是我們日本的投資專家都說 人不理財 財不理你 你一定要理財 你一定要趕快的脫離財務的困境 我問你 你是專家 你跟我說 你年輕人做家 一個月兩千塊是要怎麼理財 可以 他如果兩千塊要省省省省省 省到第一桶金一百萬的時候 多久 不說多久 四十一年六個月 可以喔 省得老老老 等我攢下第一桶金一百萬的時候 已經幾歲了 六十五歲 六十五歲 搭公車都不要錢了 那已經是變養老金了 對 所以說像這樣子的一個年輕人 有很多人就放棄了 但是我們的節目是正面的能量 我們希望給大家一個比較 這種激勵人心的 我們才有一個故事 這個年輕人真的很可恥 像他其實已經出社會已經四年了 他跟他女朋友已經亂來五年了 就是說第一要不出社會就開始亂來 是 五年這個時候 女朋友有一點點結婚了 買結婚 那不然婚手 剛好走到十二樓口 這就對女朋友來說很痛耶 他們說回來一個十二樓口 你如果出社會四年 感情也十五年了 可以結婚了吧 是啊 問題是 心裡面想結婚啊 苦苦沒有啊 沒有苦苦 因為他其實很勞 我們坦白說 一般現在 學歷不太高 戴下來很少 他去水電行 做材料配送員 一個月三萬塊 也不錯了 還可以喔 25K 28K 看樣貨那個價錢 對啊 三萬塊 但是她女朋友 她女朋友很厲害 日本很好 好 去日本 一個月她總會為了亂來 總會回來台灣 好 這真的為愛犧牲喔 對 結果她在美妝網擔任編輯 一個月為三萬塊四 現在已經跳到四萬路 所以說這個女朋友 她為了這個談戀愛 回到情郎的身邊 兩個人一起打拼 很好啊 很好啊 問題是 對阿陳來講 她有無形的壓力啊 她們兩個說得好 她說 我們算是要結婚 然後稍微抓一下 要收到多少 要差不多十萬左右 所以說如果她 十萬靠四萬六萬來講 她這個頭路怎麼可能 跟老闆說 沒力花六萬 剛好她們一個朋友 在保險公司 他說阿陳 我跟你講 我們這裡都不用學力 你只要輕打拼喔 我們高額獎金啊 叫她去賣 保協 對 要跟我想說這樣好 因為沒有你的三萬 四頂頂啊 我來保協 我還可以跟命運一搏看看 剛才有貴人啊 我們來幫她報一條路 我們也要簽一下 是啊 她也是真認真 她在公司 但是她是要問答應 要告白 怎麼說 人家說 人家有錢你一行 無人不靈主王 人家有衝天之子 無人不靈主通 無人啦 一個幾個月而已 公司的制度 要改 改一個 帶她去那個 那個同事怎麼變 她的競爭對手 你不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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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喔 都拚了十四點鐘 拚了為疼 拚了拚了 拚了拚了 有賺比較多嗎 自己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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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自己也有 自己也有 拿新鮮的肝來跟她拚 做十四個小時 賺的比以前少多多 對 對 她喔 世中青年還在拚了 那都假的啦 跟她女朋友 如果妳約會的時候 但是她女朋友很厲害 女孩子就是心事 就覺得說她這樣喔 這樣美語之間 隱含著那一絲絲的憂鬱 欸 說這個年輕人 你這樣也看在眼皮底下 也不是沒打拚了 是啊 一天到拚十四點前 就一拚不肯肯了 對啊 你現在這個小孩 要找那種年輕人 這個小孩如果要嫁人 就要嫁人了嘛 對不對 所以她女朋友也是很好 她說喔 不要煩惱 但她來想辦法 後來她說一說一想 不然這樣 我乾脆回去水電行 從水電工來當企 還褲褲褲褲褲 倒了一大圈 對 她決定從她哪裡出發 從那裡開始 對 造成被塞 是 因為她本來是水電材料配送的 對 那四頂頂嘛 三萬 最多三萬二嘛 對 配到四 最多四萬嘛 對 但你如果水電工現在 你如果當三年 五年以後 你可能是五萬 六萬 七萬 八萬喔 是 所以從這個出發的話 她可能未來還有機會 否則的話 以目前的情況 他們永遠就是沒有辦法結婚的 算男 算女了 搞這個地方 我們要跟阿成這樣加油一下 人家說 家財萬貫不如一技再生 我們希望她成功 取回美嬌娘 不過青皇 你最關心年輕人 像阿成這樣子 那麼大便 那麼輕輕的 實在我們很希望她成功 但是一個月 兩萬五的年輕人 像剛剛那個Candy 那個糖果 她拿孝親費五千塊回去 有時候想一想 你生吃都不夠了 你怎麼看年輕人 要拿孝親費這件事 有一定要拿嗎 我覺得坦白說 你覺得一技之長都好 甚至讓自己去多交朋友都好 為什麼 因為30歲以後你的人生 如果還一直停留在25K的階段 那你就真的變成什麼 世襲的貧窮 永遠的貧窮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今天30歲之前呢 孝親費 你就投資自己 30歲之後 如果你薪水大要進了 行有餘率孝親費 絕對不止這五千塊 沒有錯 你想想看 你現在是25K 如果我花兩年的時間 你看她剛剛不是嗎 她剛剛不是孝親費五千塊 儲蓄費兩千塊 加起來就七千塊 如果我七千塊一年 一年是十二個月是八萬四千塊 兩年就是十六萬八千塊 十六萬八千塊 如果我多去學一個 比如說網頁設計的技能也好 或是其他水電的技能也好 對我來說 能夠把25K變成40K 變成50K的話 變成社會比較高價值的 高薪水的工作的話 你想想看 30歲以後的人生 她拿來孝親的 絕對不是只有這五千塊 搞不好是一萬塊 所以投資自己在先 把自己的終點費墊高 賣向好一點 孝親費就不拿了 那我來問一下蔡總 蔡總也有個寶貝女兒 你敢把祖女兒卡士公拿25K 你要拿五千五千一個月 你敢拿嗎 其實我們不會拿 但是假如說 我們不要把每一個人 都設定同樣標準 因為基金真的有中南部的 真的父母就需要 小孩子那幾千塊 所以我看狀況 假如說要有孝親費的話 你跟父母溝通一下 假如說拿得少一點 意思意思 但是真的像清華一樣 要投資自己 再去進修 那不一定還要再唸書 但是很多的記憶 你可以去寫 是 說到了很多的記憶 可以去寫 我還是講那句話 一劑再生 看牙的家財萬貫 現在我要請蔡總 從一個重量拔的角度 帶我們來看這一段故事 我們常常講說 你盡量去學 學一個技術 還不錯 家裡這樣說 蔡總要來告訴我們 這個異國聯姻 媽媽就是瞧不起她 說這做醜醜的 說這做醜醜的 沒戰鬥 沒出團 母女乎趕跳破臉 這個悲慘的故事的女主角 叫Amy 那因為老一輩的人 重男親女的觀念更深蒂固 是 但是Amy的媽媽 生下Amy之後 肚皮就沒動進了 對 所以呢 就在這個親朋好友當中 抬不起頭來 公公婆婆 時常就給她很壞的臉色 都沒幫我生一個孫生一個兒子 不過還好Amy從小就很會念書 對 班上都是名列前盲 這時候Amy的媽媽說 哎呀 忘你成貨 對 我要好好的栽培 對 在這個親朋好友當中 抬起頭來 那這個Amy也蠻爭氣的 其實她一路上來 大大小小的考試 只要考得不好 她媽媽就講了 體華 你就看Amy從小 媽媽就把她當個兒子一樣 你不能把她撈開 對 但是她考上了國立大學理工科 這個厲害 自然組的女生 這個非常厲害 畢業以後 甚至到德國去留學 是公讀工科的書士 非常優秀 在這個留學的當中 認識一個德國的建築工人 男朋友 你說什麼 建築工人 台灣美女戀上了 德國的建築工人 我開始在煩惱 她不然這樣 把她苦心栽培搞這個 我們造型的碩士 所以我們故事給她看下去 這個小兩口的感情很好 然後就把德國的男朋友 叫回來台灣 跟媽媽見面 對 結果一下子在機場 媽媽就說 你怎麼給我帶一個 對啊 建築工人 黑手 欸 我把你栽培到這麼大 你給我交一個什麼 低等的黑手 好心 我擔心的事情就在機場發生 你不就要門當戶對 不然是財力 學歷 我們也希望說 購一個比較好比較強 對 二不講 把艾明給他回到家裡 甚至把他軟禁起來 好尷尬 男朋友陪你回來 這還不夠 召開家庭會議 要做什麼呢 親家都叫來 召開會議 共同批判 不要這樣 OK 你用公審這個德國朋友 Amy 自北身價 對不對 我希望你架個一個高學歷 高富帥的 對 結果你架一個什麼 黑手的 所以母女的關係 結類了 從此不講話 但是 Amy的媽媽 真的是看走眼 你不要小看 這個Amy的德國男朋友 當然沒有很高的學歷 但是 有一技之長 對啊 這個在德國的社會 比那些真正的那些白鄰 其實 更享有社會的地位 真的嗎 因為我德國去過 你看到德國那個什麼 尤其是在那種 雙B的汽車 對 那一種超跑的汽車裡面 你不要看他 工作活動 很黑 拖下來收入很高 我們來講一下 德國的行情 是 初期的技工 年收入大概三萬歐元 換算台幣已經什麼 百萬 這是剛進去 你說 做一個土水水服 剛剛入門的菜鳥 就有台幣破百萬 像以這個建築工來說的話 對 德國很多很喜歡園藝 是 你家裡的庭院 什麼東西 你來來做 那什麼 那收入很高 所以你只要工作 四到六年以後 你晉升到師傅 對 薪水三級跳 而且你可以自己出來開業 所以在德國 我要跟觀眾講的 我們台灣一貨公都去讀大學 德國有三分之二的年輕人 選擇怎麼樣 技職交易 三分之二 只有三分之一去讀大學而已 所以你說Amy姻母子 真的是看鳥沒點 因為在台灣 代表是萬 什麼萬般皆下品 只有讀書高 是讀什麼書 讀普通高中 讀大學 人家說 比較不會讀書 跟漢萬讀書 才會讀高職 所以話講回來 在台灣 我們還是這麼根深蒂固的認為 你那個黑手 你做工 那沒出發 但是我們來舉幾個具體的例子 改變大家的思維 你看這一位 這一位你不要看 法學博士生林博翰 你說這個黑手 他是法學博士生 對 他當時怎麼樣 汽車的維修 會不會太跳痛了一點 政大的法學博士生 但是你們不要看 他當時做這個汽車維修的時候 同學都在嘲笑 他做那個汽車維修 你會不會太作賤自己 他會不會後悔 現在人家收入 一個月十萬 你看 你閃閃閃閃閃閃閃 一個月賺超過十萬 我們連續幾天都在講 跟他擁有一樣學歷的 他當流連 他當流浪教授 三萬一 沒錯 當時笑他的那些同學 連他一半都沒有 更不要講那些 多少的流浪的博士 所以你根本不要笑人家 你根本見不到他的車尾燈 咻就過去了 你有沒有發現林博煥 這個人生最大的改變 對 從此非常的怎麼樣 踏實 是 對不對 沒有你空有一個博士 在外面浪漏 頭髮不知道什麼 收入不知道多少 人家現在穩穩蕩蕩 一個月十萬 好 說來也是巧合 今天黃老師來到現場 他也是政大的高材生 這個也是你政大 可能也是學長 人生的選擇是這個樣子 做博士去做黑手 有很奇怪嗎 這很好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轉機 我們這幾天一直講說 高學歷高事業 然後你一個博士這樣 流浪全台灣 一個月賺三萬一 然後這個一樣是博士 人家做黑手一個月賺什麼 我覺得這一個很好的轉機就是 我們的觀念真的要改 你知道我們日本怎麼樣 稱呼這些黑手嗎 職人 職人就是 pro專家 pro專家 他們對於各行各業 不管什麼學經理 只要是持續的做一件事情的 他們都會給他們一個 很了不起的名詞 就是職人 是 但是一種讚美 但是我們台灣的黑手 看來黑手就像手一樣蠟燒 所以我覺得也很好笑 我舉個例子喔 名片 你知道我們出的高朋友 在台北市啊 每一張名片上面都寫 他是工程師 副理 相理 很高興 總監 很厲害啊 我有一位朋友 總監 他們說是十幾個人 十幾個人 總監有大總監小總監 每個都總監啊 有創意總監 設計總監 什麼華哥 清潔總監 就是我們 我們對於這種人的 名聲啦 名聲好聽而已而已 我們都是看完外表 都沒看就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一個很好的契機就是說 欸 你看人家做黑手段 聽到十萬塊 剛才看到這一集的節目 你鼓勵你的孩子 不要逼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不要以為什麼萬班接下品 唯有讀書高 對 因為讀那種教科書的東西 那是說我排練 一四人就是雄雄碌碌碌 巧合一四人 我們有在調 專注一個行業 好好的做 做水餃 做尖餃 你也可以出頭天 專注完美 滴滴滴滴滴滴 做顧力就變專家 但蔡總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政大博士生 法學博士班的候選人喔 含這個黑手他就靠下去 做到變專家 難道現在年輕人 不應該formate一下 我們的腦袋呢 我們前幾天還講 台灣缺工高達24萬人 亞洲之冠 對 然後什麼科技業出走了 現在恐怕連船產製造業 都找不到人也要出走了 這麼嚴重喔 其實我們出國出外旅行 都要什麼行李箱 對 行李箱 有一家公司的龍頭 叫萬國通路 萬國通路這樣喔 他這個組裝行李的時候 要大量的人力 所以廣正這一批300個員工 結果喊累就喊累啦 喊什麼喊髒的啦 喊辛苦的 結果300名的員工 留下來所剩無幾 哎唷 雞子跑到沒辦法吃 這個還是行李箱的龍頭 尚且留不住人 那你根本不要講更小尖的 對啊 像這個彰化的攝頭 知名的襪子工廠 襪子工廠也需要很多的勞力 但是大家年輕人覺得說 這很糟糕的啦 真辛苦啦 結果留不下來啊 這個很奇怪 剛剛說 船產缺工24萬人缺很兇對不對 但是另外一方面 被櫻桃樓的年輕人 青年失業率高達13% 這就奇怪了 那既然我要找不到工作 你找不到人 加個薪就好 你薪水給太少了 對 你一定會覺得說 這些3K產業 找不到工人啊 找不到年輕人 對啊 加薪就好了 我告訴你 不是只有加薪的問題 教育出了大問題啦 問題出在教育為什麼呢 靜香你聽過台灣 遊艇王國嗎 台灣遊艇王國 我們古家附近 兩間遊艇公司 哇 鎮腳的地方 那很糟糕很辛苦 那十棉這樣 摸摸摸摸 碰碰 才知道說 原來摳過來 一艘一艘一艘 都是遊艇 所以台灣遊艇啊 造船的這個工業 真的很厲害 對 全球第六大喔 僅是什麼義大利 荷蘭這些 亞洲第一大的 遊艇的製造王國 所以另外一個隱形冠軍 隱形冠軍 像那個知名的LVV品牌 是 他的遊艇啊 誰幫他做 台灣耶 所以台灣的遊艇的工藝 真的是搶得來賣掉 台灣的遊艇航行全世界 而且我們不是走那種 走那個豪華的遊艇 都走路的 人家說一下 這個年輕的應該魚有榮焉 大家拚來對不對 參與一下遊艇工業 好 那我們介紹的 亞洲規模最大的 遊艇五金精品廠 偉航企業 這個是老闆 曾信哲 有一次他到屏東的這個高子 去演講 是 演講的時候 順便招募人才 招這些高職生 畢業就來我這裡 高職生他跟他說 你如果來我這裡 剛開始 但是 保證一定有25K 這個就跟大學起心一樣 做完四年之後 保證35K 這肯定是碩士現在的行程 對 沒錯 他想說 我這次演講了 馬上就大家都來 如雪片般的飛來舞步 對不起 等了好久 都沒伴 為什麼 假的走到沒伴 既然條件這麼好 後來曾董事長去調解一下 原來這些高職生一進學校 整班都流去衝什麼 衝什麼 去保證班 這個我們討論過 拼拼拼都拼上科技大學去了 一進高職馬上三年就要拼 什麼 考大學 所以學校該教的駐照 車床 什麼 沒有 你乖乖的考試 你就來考試就對了 所以曾董事長就重批 高職拼升學 根本是不務正業 當時他講過嘛 你剛進來的話 我給25K 4年之後保證35K 高職他先要讀三年 然後去考大學 大學在讀四年畢業以後 也不見得有35K 這個是不是我們台灣 教育出了很大的問題 現在煩惱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老闆的角度 去看傳產 看這個3K 青黃 來跟我們講講看 今天如果這個所謂的3K產業 你陷他不定 問題他出走了 你連想幫他幹活 你都沒有機會了耶 沒錯啊 你今天看到就是說 我們今天產業遇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什麼 缺工嘛 找不到工人嘛 對 所以今天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源頭 先生雞還是先有雞 先有蛋的問題 就是說我應該要有勞工 我的產業才有辦法發展 可是呢 我的產業現在遇到 找不到勞工 因為我的勞工根本沒有那個技能 所以現在變成什麼 我的這些勞工呢 他沒有技能 然後沒有辦法進去這些產業 同時我的產業因為找不到人 所以我好像又不得不出走 所以今天台灣最大的危機 跟最大危險就是 我們面對到一個什麼 產業空洞化 而我們的勞動力呢 他也跟著空洞化的危機 兩邊都空洞化 你是什麼 高薪的那些職缺 慢慢的都消失 一個一個的不見了 然後呢 只剩下什麼 低薪的職缺在這個地方 就像我們之前探討過的嘛 台灣現在什麼最多 餐飲門市的那種工作最多啊 最缺人啊 然後呢 所以你看到我們看起來 觀光好像觀客人數 成長得不錯對不對 但是不好意思 觀光客人數成長得不錯 所以你帶來的只是大量的 低薪的工作機會 你台灣要到那裡去找出 那些高階的工作機會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越來越少 而且這個趨勢 你現在說有高階 我非常有感覺 連續幾天那你說 Hightech的那些公司 通通到大陸去設廠了 越來越多去設廠了 我們這邊的機會 就越來越少 沒錯 甚至連這個 你看起來沒點的 較老闆的這種3K 老闆爭不到人 他也要出去了 他嗨啊 台灣怎麼辦 空掉了 而且他們最大的問題 還不只是說今天 爭不到人的問題喔 很多這種3K的工作你知道嗎 老闆本身 當初戰戰兢兢經紀業 把公司做起來了 很辛苦對不對 但是他們很多的二三代 他也不想接班 所以呢 他不想接班的結果是什麼 我想性格很清楚嘛 有的人就把公司整個賣掉了 有的人是怎樣 我整個就直接關起來 我就不要了 所以這些產業消失的狀況 比我們想像中更險峻 更嚴重你知道嗎 那你想想看 這些類型的工作 如果他都不見了 結果是什麼 你像一間工廠 他可能搞不好養了三四百個 而且都是呢 薪水可能都是四五萬以上的這種員工 他養一家是OK的 可以同時養三四百個家庭 可是當他們不見了之後 你要想啊 那台灣是少三四百個 可以養出一三四百個家庭的工作機會 清華你講到這個部分喔 你看到的問題 政府看到了沒有 他們看到這樣的處境 政府做了什麼 我們政府現在什麼都沒有做啊 因為他們現在根本不了解 就是說我們現在台灣很多企業 因為你知道台灣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經濟體 那麼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經濟體 他們很多只要二三代不接班 因為都是家族企業嘛 只要他們二三代不接班 不是賣掉去換錢 要不然怎樣就不見了 或者說二三代只要經營不散呢 公司就垮掉了 對 憲哥應該看過很多這種例子 蔡總教也看過很多啊 我覺得那才是台灣現在當下的危機耶 在我們不知道的時候 它悄悄的在發生 所以我們社會上其實很多工作機會 在未來五年內會一個一個的消失掉 好我們講到年輕人現在面臨的 除了低薪還有血汗 我們給大家看到2015啊 選出一個最最的關鍵字就是換 交換的換 換就是設身處地幻想一下 今天我站在你的角度幫你講的話 冠老闆應該就不會是冠老闆 他就會知道員工在他的淫威之下過得有多苦 來 我手上這是一張一千塊 這是有故事的 一千塊背後居然是一段臨時工 他心酸的故事 好就像你知道嗎 昨天大直發生了一件非常令人遺憾的一個 雙失的一個悲劇 那有一個婦人因為離患乳癌多年 昨天早上9點多在家是不幸往生了 那因為這個婦人他有兩個兒子 小兒子是在住家附近的牛肉麵店上班 那大兒子就是四處打零工為生 那麼因為這個小兒子照顧媽媽很多年 所以當媽媽當下往生的時候 其實小兒子真的是非常難以接受 所以媽媽是癌末 最後人生走到了盡頭 就在自己家裡頭 對 那因為小兒子是非常難以接受 這樣的一個情況 他其實有那麼一點點的想不開 而且剛好刀子就在眼前 水果刀子在眼前 那幸好他只是有這樣的一個念頭 因為他想說 好吧 那我還是打通電話 跟哥哥說一聲 所以今天他念頭起來了 然後工具在他面前 他也做了傷害自己的 初期傷害自己 但是他至少做了一件對的事 打電話給在山上打零工的哥哥 對 他打電話給哥哥說 哥哥你要多多保重 因為我有點想要跟媽媽一起走 不可以 對 當然是不可以 那哥哥當下就覺得說 這是燃眉知己 我也趕快要去處理 對 我希望能夠下山去看媽媽 跟弟弟的一個狀況 對 那哥哥於是當下 就立刻跟這個公同請假 那因為哥哥我們剛剛提到 他是打零工為生 所以坦白說 他身上的錢不多 只有一千塊 那哥哥跟公同請假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 看看能不能夠多接一點盤彩 然後來處理後面的一些事情 對 結果沒有想到公同怎麼說 公同就說 你事情沒有做完 你不可以領當日的工資 人家家裡都已經生死一線間 我要趕回去趕快處理 你今天多給我一千塊錢 也許我從新竹的青山拿來 我就可以拼回大職 我還來得及 弟弟如果真的怎麼樣 我還來得及 把他從死神那邊拖回來 對 沒錯 那哥哥也真的很老實 因為公同當下就不借錢給他 然後也不發工資給他 所以這個哥哥就想說 好吧 那既然我也沒有辦法 去搭計程車 因為這個堅持真的是 很偏偏很遙遠的一個工地 那哥哥就很老實 就走 用走都 也沒有其他很便捷的一個交通工具 他竟然從早上9點 整整走了7個小時 一直到下午4點 才抵達中立火車站 你可以想想看 這是什麼樣的時代了 從新竹的山上 台灣是沒有人情了嗎 他們沒有一點點 大量就說 你今天去替我做工 我給你一千塊 我這樣會怎麼樣 你給了一千塊 他就可以坐計程車了 對 沒錯 可能公同也在想說 這還要跟公司申請怎麼樣 很麻煩 總之呢 這個哥哥就帶著 身上只有的一千塊 買便當 買了火車票 趕到台北車站 可是趕到台北車站之後 還是沒有錢 不能坐計程車 又輾轉坐了公車 直接到他家裡 可是回到家 真的是不幸的事情發生了 他一打開門看到 花了九個小時 才到家看到 媽媽跟弟弟冰冷的遺體 弟弟 所以弟弟求救的那個當下 你今天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今天如果是老闆 你比較大風 他也做半天比較假 一千塊給他 你會把你拿回去 你讓他快快回去 說不定 那個弟弟我還來得 你拖下來 119打一通電話 他可以活的 對 沒有錯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讓我們悲憤的原因 就在於說 如果說今天公投 你願意發他當日的薪資 甚至多借點他一些盤柴 其實這件事情 我們真的可以挽救 就不至於會有遺憾的事情發生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台灣不原道的不僅是 我們剛剛提到 有一些什麼灌老闆 灌主管等等 現在就連日本的主管 都看不下去台灣的一個 加班文化 日本看不下去台灣 日本最血汗的 常常一坐 坐到三清半夜 而且太早回去 還會被人家笑 沒錯 所以大家都知道半則直訴 這個日據非常的猴 這句日誌裡頭呢 有一個非常的經典名言 上司的失敗 就是下屬的責任喔 可見日本職場之嚴苛喔 是這個全世界聞名的 好啦就有一個網友呢 他就在他的FB PO了一張手寫的紙條 大家來看一下 說呢我們公司來了一位 日本的主管 他上班第一天 他就給大家下馬 我也要就說 我在日本是 每天加班加到半夜 您害呀 鐵鞋宰相降臨了 對 希望各位能夠跟上我的步伐 意思就是說 你們不要太混了 我每天加班 結果沒有想到大家都在 就是這個風景神經的時候 卻發現 怎麼了 一個月之後 結果呢 這個主管呢 他竟然辭職回日本 你不是這麼高 說你很會加班 你怎麼辭職了 這個主管他居然 落下了一句話 他說 你們台灣人這樣天天加班 是很不人道的 所以被日本人這樣盛讚 我們一點都不開心 要逼人也逼好 逼那個比那個會加班的 所以你看到 連日本的加班狂老闆 都讚嘆台灣的加班 你看我們的勞工 多可憐啊 對 所以其實台灣勞工 真的很可憐 不只這個加班 是用新鮮的肝來換 甚至我們很多這個法規 我們很多的這個罰款 是完完全全 是不符合人道精神的 我們昨天在節目裡頭 有提到這個血汗高鐵 對不對 製造出一批呢 這個憋尿憋到尿褲子的 一個鋼鐵人 不是傳出有這個戰務員 巡一趟將近一兩個小時 結果忙不過來 沒時間上廁所 褲子濕了 對 褲子濕了 然後呢 今天最近又有 另外一個鋼鐵部隊 要出來控訴 控訴誰呢 中華民國的勞動安全紀 勞動福利協會 這個名字很常 跟高鐵什麼關係啊 有關係喔 因為其實這一百多名的 一個勞工呢 他們是承包這個所謂的 一個高鐵基礎維修的 外包的一個工人 要負責維修的 是 換句話說因為他既然是 外包的嘛 他們原來雇主是誰呢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這個中華福銜 那因為中華福銜呢 他是承攬高鐵的一個 業務長達七年 對 那今年呢約滿了對不對 那所以呢這個服務協就說 好啦好啦好啦 我還是會幫你們找新的工作 對 幫你們安排緬甸跟印尼 可是偏偏這一百多名的 這個外包的一個勞工 會覺得說 我家人都在台灣 我幹嘛一定要去緬甸 印尼工作 他們就不想出國工作嘛 這倒是 欸我本來只是當高鐵的包商 我上班來下班走 我家庭還顧得到 你一款老闆我去東南買 我才沒欠 對啊問題是在於說 新承攬高鐵業務的這家公司 他覺得說這一百多名的勞工 其實很好用啊 他們對業務相當熟悉啊 對 於是就邀請他們留下來繼續工作 大家覺得哇好棒喔 帶槍投靠 沒錯我就繼續留下啦 對不對 可是呢伏鞋居然說不對不對喔 你們這樣是違反這個禁業條款 立刻寄違約的通知書告訴他們 違約會怎麼樣呢 要罰錢 那我們來看相關的一個細節喔 包括呢你要一年之後 你要繳還之前發放的 像是禁業的津貼 見習的車馬費 教育訓練津貼等等 而且要罰款是高達12倍 最瞎的是 有人因此要罰款是120多萬 連最後兩個月的薪資都要被扣留耶 教育訓練 這些辛苦的工夫人 一個月中華共和你一兩萬塊 你給我罰120萬 我所有身家都給你算喔 對 所以這是100多名的勞工就說 有沒有搞錯啊 我們的薪水才21K耶 對 21K的情況之下 你居然要罰我罰120萬 所以他們立刻是採取自救的行動 他們就跟勞工局申訴 勞工局也說 確實啊 你不可以用這個扣薪水的一個狀況 來當作一個違約金的一個處罰 這個是不符合勞基法 可是更加知道 你知道是什麼事情嗎 什麼事 最瞎的是 勞工局就在告訴他們說 那個禁業條款 那是你們自己勞工簽的喔 這個部分我們可能愛莫能助喔 聽起來是知道 有夠心思 有夠失望的啦 來 再來看一個 真的小眼睛沒辦法看過 我第一次聽說 開車喔 送回喔 還要幫老闆喔 幫你的老闆去分攤你的呆帳 這什麼道理啊 對 這也很像 我們剛剛不是提到禁業條款嗎 勞工局會說你簽文件之前 你自己眼睛要睜大喔 對 好 如果說我們簽文件之前眼睛沒有睜大的話 你就會獲得跟 情義淡品科技的員工 一模一樣的一個下場 為什麼 因為這 他只是一個送貨員 可是他被認定違反公司 呆帳比例分攤的一個內規 這是什麼內規 對 所以他因此必須承擔 業務代表12%的客戶呆帳責任 大家看到這樣一個內規 呆帳比例分攤 可能會搞不清楚對不對 好 進一步來說 就是說你想要去這家公司上班 不管是送貨 或者是擔任其他的工作 你通通必須簽下 同意內規這樣的一個狀況 如果你不同意 你就得不到相關職位 好 我會說回來 我們通常會覺得呆帳 呆帳是老闆 你要去吸收 你的虧損來自呆帳 那是你家的事情 大家有的薪水你會負貨 可是簽了這個內規會怎麼樣 對 這個內規到底有什麼呢 它就包括客戶的一些 漏失的一個獎程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 呆帳處理 還有車輛壞了要維修等等 都是要扣員工的薪水 當作賠償的費用 這樣 我真的懂你 對 就是有一個人叫做小K 他一年之前 他就來這家公司 要應徵送貨員 他就覺得說 反正他就是很單純地開開車 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 公司就說你要簽這個內規 你不簽內規 我沒有辦法讓你來當我的一個司機 簽是不簽 那小K就覺得 反正內規應該也還好 沒什麼大不了 他就簽了 簽了之後他發現 原來上班第一天他在帳 原來他自己同時還兼任了 業務代表這個工作耶 厲害啊 當你變成業務代表 你就變成要共同承擔 12%的呆帳了喔 對 所以一連串的惡夢開始 包括沒多久 就有個客戶 delay貨款 那也讓這個小K呢 他的薪資被凍結了1萬多 直到客戶呢 把這個貨款呢 還款之後 他的薪資才被解凍 是 好 更倒楣的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另外一個客戶倒閉了 簽的貨款呢 是20幾萬 他也被連帶的 按照這個內規 你要扣款 扣呆帳總共12% 因此呢 被扣了2萬多塊 而且呢不只小K 扣他的主管 其他專員也都因此被扣 那小K心裡都很不平衡啊 你什麼都要扣我錢 可是呢 公司的這個冷藏車老舊 那還有其他的一些狀況 你都會 希望我們自己來負擔 然後最瞎的是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被扣 因為呢 小K呢 在這個今年7月離職 然後呢 公司就東扣西扣 東扣西扣 扣了他一個月薪水3萬多 小K覺得說 哪有這種爛公司啊 就把這件事情 披露給媒體 然後呢 這家公司嚇到了 就把這3萬多塊 還給小K了 你看這就是我們在說一句話說 有夠 沒想 撞破 要賠 是不是另外一個冠老闆 趙華要來告訴我們 你如果怕說 遇到那麼多冠老闆 不然這樣啦 事件費地了 壞壞了 我們自己來當老闆 我們當好老闆可不可以 趙華口袋的這個故事 我認為這真的是 太有代表性了 他是劉美的 NBA的碩士 非常優秀 成本 獲利 他比誰都了 結果他一塊頭 栽進去加盟 結果是斑斑血淚啊 就像五星家一直創新高對不對 對 每個人都想說 好歹我去創業或是加盟一個小攤子 可以嗎 總比我上班來得好 可以嗎 但是我們先來看看 我們產業界大佬怎麼說 我們的台積電大家長張忠謀 日前參加一場會議 是 現場大家記者就問了 董事長 現在景氣很差怎麼辦 他說科技業景氣真的不好 可能要到明年第一季再看看了 那又有人會說 董事長 景氣既然不好 年輕人出來創業好不好 沒想到張忠謀就給了三個字 什麼字 不建議 所以今天張忠謀說 年輕人你要另謀出路 我看你還是審慎為之 對他覺得現在這樣的景氣年輕人的創業 要養活自己真的很困難 與此同時 我們的人力銀行 竟然也做了一個很相似的調查 他調查了很多現在正在創業的年輕人 問他們現在的狀況怎麼樣呢 結果俊相 百分之五十三年輕人說 現在景氣好差喔 所有的營運狀況很不好 那42%的人說 我還會苦撐下去 但是有10%的人說 我已經打算結束營業了 那這些年輕人選擇的行業是什麼呢 四大行業喔 餐廳 小吃 飲料 早餐 都跟吃有相關喔 是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行業符合3D條件 哪3D 哪3D 低門檻低資金低風險 所以大家覺得好像很簡單 但是一頭摘下去之後才發現 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但是也不是一回事 說不定這一些報告 這些數字講的是別人家那所謂的刺情啊 但是 天天搞見的時候才 天地就歐一半 等一下回來看看這個人中之龍 劉美的NBA 他的加盟路